人们对健康管理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在座各位年轻人 你是不是也照顾不了 你天天管你妈妈 吃什么 怎么吃 你说一次两次 你也不能天天盯着 是这样的吧 他锻炼了没有 走了多少步 你也不能天天上着班给他打电话 他过生的时候 你送他一个健康服务卡 没有多少钱 但立刻这个健康服务的平台 和健康服务的人员 就去督促他 是这样 大家一定会乐于购买健康服务 但是苦于没有人卖 你谁卖健康服务了 你谁卖健康服务卡了 你健康服务有没有一个平台 有没有一个机构 都在那时候天上 我觉得可以 应该 但是互联网家 应该落地 应该是天上地上 天网地网结合起来 才能为我们老年服务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为什么是薄弱环节 这个薄弱环节刚才说了啊 他们给我画了一个大队高 也就是说现在呢 医疗服务这块太强了 你再说多少医院 多少医疗机构 往北京市三甲医院就50多个 所以呢 他这个建的也非常的多 他的体制也非常的全 政策也非常全 但是呢 健康管理促进呢 拿放大镜看 有多少家这么比 所以呢 健康管理促进存在什么问题呢 缺乏统一的认识 没有行政主管部门 魏纪委的岗位 他的责任里头 也没有这一条 三定方案没有这一条 健康管理 他也没有责任管理这件事 所以这个没有行政管理部门 我不是说 我们不能市场发展 你仅仅是市场的一方的 无序的 自由的 任性的发展 他就会有人任性的